亲爱的牧师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串南村区串南小组的杨怡进 我出生在一个一贯道的家庭 哥哥是典团师 姐姐是讲师 他们以前就希望我能够在一贯道里服务 但是我心里没有平安 常常很抗拒 结婚生小孩后 不知道为什么 小孩很容易惊吓 慢慢的开始学会了去收金 不过问了很多的神明 一直反复的做一些清透 滑鼻瓜 即使到很远的地方去问 也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有一天下午 佩琪姐妹邀请了串南区长 来到我家跟我分享这位神 她分享基督信仰跟传统宗教 有哪些差异性 她大略说到 如果是真神一定是造了我们 如果是真神一定是祂主动来找我 如果是真神一定是我们听祂的 顿时让我觉得很 得到了很多的答案 当天下午 我的心好像被开启了一样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喜乐 充满我的心 告诉我 神是是平安的神 要拜就拜独一的真神 后来 串南区长就带领我 做了节制祷告 接下来也受邀去参加幸福小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温暖 幸福 并且欢乐的氛围 让我最羡慕的是 区长夫妻的互动 是那么的和谐 那么的有默契 就在幸福小组结束后 我就受洗了 受洗后 进入苗普巴府的课程 听的诗歌让我很感动 我知道是神在医治我 安慰我 鼓励我 疼惜我 了解我 在家庭中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人 因为跟婆婆之间的相处 常常也因为要尊重婆婆的决定 所以都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即使被误会受委屈 我也都忍耐 不敢表达 我是一个属于胆小 堕落又不敢出声的人 受洗后 我就一直祈求上帝与我分工合作 如何使我全家得救 感谢神 是垂听祷告的神 神是奇妙的神 虽然我们家的佛堂 还是一样 都在供奉偶像神明 但我先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是常常在做噩梦 大呼小叫 刚受洗的我 我就突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就默默的在她的胸口为她祷告 求神平安进到我先生里面 求神来帮助她 能够让她一觉到天亮 我这样简单的祷告 居然让先生可以慢慢慢慢的平息下来 一觉到天亮 我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 正在我家庭做那奇妙的工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梦见一炷香 它被点燃时 窜上来的烟会慢慢慢慢的变大 这个烟会窜入地上 然后再窜上来 往人的胸口钻进去 好像在吸人的什么东西 当那个烟靠近我的时候 要吸我的时候 就突然躺开了 我吓醒了 我赶紧方方张张的跑到楼下 看我先生是不是点香了 感谢上帝 因为先生还在去上厕所 没有进去拜拜 我就慢慢的上楼回房去了 但我先生看到我这样 好像被什么吓到 突然方张的跑下楼 于是他就上来问我 你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就只好把梦中的情况说出来 先生听完我说了以后 他就静静的 没有什么话也都没有说 但是那时候开始 他就不再点香了 因为他知道我已经信上帝了 接下来住在外地的大儿子 回来跟我说 他在睡觉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他看到有一个坟墓 有我先生还有孩子 站在坟墓的旁边 但是我先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要钻进去墓墓里面 我当儿子告诉我说 只有我一直要把我先生 使命地拉出来 其他的孩子都在旁边看着 却无法出手 帮助妈妈拉爸爸 儿子就告诉我这个梦 我知道是神的怜悯 让我老公受洗 我先生听了以后 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为了要叫他去受洗 就编了这个故事来骗他 我就跟我先生说 不然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儿子 没想到 我先生问他的时候 真的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 圣灵感动我先生 他听完后就决定受洗了 过了没多久 我儿子又做梦了 这次换他自己 看到自己躺在地上 从年轻慢慢慢慢的变老的过程 突然有一个声音 对我儿子说 难道你一生要这样子过吗 我知道这是信使的神 正在做奇妙的事 我就跟我女儿说 女儿 我们一起来受洗好不好 你爸爸跟哥哥还有你 12月27日一起来受洗 没想到女儿就说 妈妈 我们传统拜拜这么久了 你要换信仰 这个就是背叛祖先 这样是不对的 我就回答他说 我这辈子都拜错了 我们不能再错下去 怎么会是背叛呢 我女儿跟我说 如果爸爸受洗 我就受洗 因为他觉得爸爸是很ticky的那一个 最不可能改变的那一个 没想到我先生答应了 所以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全家都受洗了 这一切神的恩典 而后我们进入教会和小组的生活 并开放家里 成为信武小组的场所 开始传福音 也接受装备课程 我和我女儿和我的先生 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 养育班 门徒班 精兵班 现在也进入再生产班的阶段 我们更认识神 更亲近神 体会神是又真又火的神 是是平安化作主为祝福的神 受洗这一年半以来 我们家庭变得更喜乐 更平安 更自由 我只要一想到 我们全家人都受洗了 心情就开心的不得了 透过教会 小组和装备课程 我们也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面对生活 然后包括我的先生 也改变了很多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所以为了不跟婆婆起冲突 总是要我忍耐 没办法听进去 我给他的建议 但是我给他的建议 他都没办法听进去 但是自从我们有了真理教导以后 他可以心变得柔软 心也可以变得更加的敞开 我们也知道要如何经营家庭 家庭的气氛变得更好 要感谢神的恩典与带领 让我们全家都信主 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救恩 尤其在这些装备课程当中 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是独一的真神 也是信使的神 是美好的神 感谢主 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